还有那些鸡木熊更是让人张大了嘴看傻了眼 啊 这些人模人样的公仔能值几个钱 警方现场搜到了一套八只熊 据说可以炒到新币四十万 What 那不就等于是买到就等着数钞票假北料吗 新币三十亿元叠起来到底有多高 后面又有几个零 洗钱案的天价奢侈品落入警方手中该怎么保管 听说呢他们也很头痛 你呢 会好奇吗 一个大牌包新币的四十万 一个神级手表新币八百万 连拖鞋都穿爱马仕 Hello 这些福建土豪是有钱没地方花吗 有人言之凿凿说罪犯们穿金带银豪宅是金币辉煌 更夸张地说屋子里的奢侈品就像商场大平卖 抢来的白菜一样堆满了一地 警方这回呢 人赃并获 真的让平民百姓开了眼界 洗钱案主角落网 街头象翼却集中在充公的物品 一字排开来让人眼花缭乱 爱也爱不完 对我们来说那是奢华天花板 却是福建帮的日常 是这样吗 先来说说洗钱这回事 1930年代由美国大佬靠经营投币式洗衣店 来合理化犯罪所得 洗钱英文叫money laundry laundry就是洗衣的意思 据说呢就是这么把黑溜溜的钞票洗干净的 之后洗钱事业越来越猖獗 有人设立空壳公司 有人把赌场拍卖行当洗钱机 1980年代最臭名昭彰的当然是香港黑帮拍电影造假票房 一部烂片两星期就拍完 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 来到今天 从夜店调花到打赏网红 洗钱方式 花样百出 洗钱是要成本的 兼中一来二往要打点的人多 钱自然越洗越少 黑钱洗白能保住70%就算很好了 举个例子 要利用客工汇款洗钱 罪犯必须给出更高的汇率 实际上 客工的工资根本没有汇出国 家人在另一边收到的 都是从罪犯家乡的地下权装转出来的黑钱 汇率的损失就是洗钱的费用 假古董真买卖 投资奢侈品更不必说直接了当 为了钱生钱 他们也摸得清门道 不能乱买一通 三十亿洗钱案 从罪犯家里充公的葡萄美酒 那个叫Romati County的 来头就不小 一瓶新币万元起跳 年份好的八万十万也很平常 没有人败 没有门路 有钱还不见得能买得到 豪宅的酒窍当然也讲究 隔热效果要做得好 一看就是行家 还有那些鸡木熊 更是让人张大了嘴看傻了眼 啊 这些人模人样的公仔能值几个钱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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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潮玩还有分等级 样貌一般的不见得没有行情 跟风呢 要跟对价值 内行买家追的是限量版 买到手不开箱就等着转手再赚一笔 最值钱的是那些有艺术家加持的 警方现场搜到了一套八只熊 据说可以炒到新币四十万 What 那不就等于是买到就等着数钞票 要夹北料吗 奢侈品就算是买得起也要养得起 手表每次的保养费呢是价格的5%到10% 那只八百万新元的表保养一次比很多人的年薪还要高 女人最爱的名牌包保养学问也不小 室温必须要控制在摄氏15到摄氏23度 确保不发霉不干裂 比大小姐还要难伺候 更难搞的听说是某品牌的小羊皮包包 不能沾水沾油 又怕牛仔裤会染到颜色 傅太太却心甘情愿越贵越要买 用这个来洗钱 出手就有价值 难怪新加坡警方在搜刮证物的时候呢 总是小心翼翼的 该戴手套就要戴手套 该家电就要家电 就算不懂名牌 也要看门牌 搬运的过程绝不能磕磕碰碰 要存放保管 温度湿度都要控制得刚刚好 就怕损坏了身家大跌 据说张仪呢 就有一处隐秘处 号称是全新加坡最安全的高端品保护区 守卫是非常的森严 有媒体也在仙区路附近的物流中心呢 发现停放了好几辆充工的名车 警方必须找对的人做对的事 大批的证物要有专人来接受保管 这些呢都是要花钱的 已经花掉政府六七十万了 以后会从出售所得来报销 这些奢侈品是证物 在案件下判后才可以拍卖 以房产为例 买家受邀上门 当场看房开价 也可以竞标屋里留下的任何东西 到过现场的人说 上门抢标的都是有备而来 知道自己要什么 又是为了抢一台小小的电风扇 也争到面红耳赤 气氛热烈 不过 要淘宝也要看运气 就有人买到山寨货而自认倒霉 是的 这类拍卖品 不保真假 也不保质量 买家看走眼 自己买单 看来有钱人的世界很疯狂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呢 看看热闹也很不错 聪明的就应该装穷 要扮猪吃老虎 洗钱还高调炫富 这里是不是也应该小孩不笨 对了 小孩不笨三上眼咯 你有什么感想 不妨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我是张海杰 我说 海不可斗梁 你说呢